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余医生 情况是不是不太好啊 鼓鼓头问题又严重了 再继续恶化的话 你就只有做手术了 就这么直接 没点铺垫啊 铺垫 你当开玩笑吗 秦哥 该说的我早就和你说过了 不要认为四肢毛病都不大 可是你呢 从开始治疗红斑狼疮的时候 你一直有不按时吃药 或者是过量服药的滥用激素情况 才给你现在问题啊埋下了祸根 这两年是听话了 直到遵循医嘱 可情况刚刚有所好转的趋势 你又缺了好几次骨科复查 秦哥 你还想听我说什么 这不是早期十八九岁的时候 判你七吗 最近这几个月实在是太忙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余医生 行吧 继续服药 我们还是采取保守治疗 丹秦哥 最近这段时间 你绝对不允许剧烈运动知道吗 要按医嘱服药 不然等待你的 就只有上手术台了 但介于你的病情 我希望你啊 不要走到做手术那一步 去吧 我知道了 谢谢你 余医生 谢谢你 余医生 看来以后真的得量力而行啊 不能为老心残啊 我 对 你们看啊 这个指标的话 好像不太好吧 你先忙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看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